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是8月22號禮拜天 我現在在玩這個關渡戰場 關渡戰場的話已經開到5了 那我現在右上角討數的話已經來到了49頭 待會就50頭啦 給各位朋友見證一下 哎呀被趴了 好 好 沒關係啊 再衝一次就好了 反正戰場的話 趴回去再衝就好了 OK 就插一頭就可以破50頭啦 我戰場的話好像印象中啊 還沒有破過50頭 那這次的話 終於有機會了 單純就是因為皇宮騎兵的關係 他手很長 我只要鎖定一下 就是我想要打玩家 那他再補個幾刀就可以收了 OK 這個可以看我幾討幾討嗎 看一下好了 戰役 戰場 戰場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我49頭17頭啊 這個討數比這個討數多非常多啊 OK 我再衝一次給各位朋友看到 剛剛應該有看到了 就是瞬間就多了三四討了 就是這樣子 單點的方式 放個5技封咒 然後讓這個神功騎兵去補刀 OK 鎖定這個平如印好這個叫被我瞄了好50頭就拿你的 他不見了不見了50頭啦50頭了OK接下來是小仙女鐵鐵 那接下來我在鎖定其他玩家好了這個富江不打好主要是想要打人50頭了好50頭了OK 鎖定木耳木耳這個卡就很強打他才有成就感啊被趴了被趴了 國戰昨天國戰也有跟他打也是被他秒殺 這個有盾起來的都不好打以後還是天跳過好了 金袖閑666好非常感謝非常感謝 打20分鐘就50頭非常爽好不過海綿寶寶更強好他350好是我的7倍 好那當然機體不能比啊我機體比較弱啊我機體的話就這樣子以後就沒沒沒花什麼錢 好險然後現在的話大概花 應該花差不多 應該不到5000啊差不多5000吧 好剛剛遇到那個白影什麼 好霍奇拉還是什麼的吼被瞄了 好繼續往前衝好看今天可以挑戰到擊倒啊 利一個 利一個自己以後要挑戰的目標 今天的話已經破自己最高的一個人討數了 接下來鎖定無語 好好接下來是萬華阿勇 花阿勇 不見了好接下來重新點自動好重點自動的話就重新鎖定 接下來是菲妮 菲妮的話 菲妮的話應該 哇我的血快沒有了好等一下我先往後退好了先把血補滿好再來衝 小小仙女小仙女被我收掉了好接下來是萬華阿勇 望望福氣 接下來是黎莫 是點自動,因為現場人數很多 你要鎖定誰的話也不好去鎖定 不如就點自動讓電腦去跟隨就好了 OK,重新再點自動 他就會選擇比較近的玩家 接下來鎖定夜光天使 夜光天使的話比較近 接下來小仙女鐵鐵他會出現 他非常喜歡衝到很前面 他會不見了,接下來重新鎖定 自動,狐猛 狐猛,哇,掛掉了 再衝一次就好了 54頭了,還有8分鐘 還有8分鐘 運氣好還可以破白頭 運氣非常好,就是要同時 就是放冰寶同時打到很多人才有機會 來,補個鞋補個鞋 其實這個皇宮奇兵沒有大家說的那麼的軟 因為他是遠遠的射 所以其實通常也不太會被玩家打到 通常我先趴了 皇宮奇兵才趴 所以我要復活的次數其實並不會很多次 我可以再來一次啊 那有這個巡強化化真的非常好用 我就是基本上來講 我不用把兵收集起來再放 他他都會追得到我,追得到我 OK,往前衝 往前衝,讓其他朋友去打這個王 好,再往前 OK,看到了,看到了 這個是誰啊,越南朋友,秒 接下來是萬華阿勇 好,隨便我好好用 OK,好,重新再點自動 好,重新點自動 被秒了,被這個落日秒殺了 最討厭落日的 因為我的這個抗射非常的低啊 我的抗射我看一下多少 我的抗射的話是 40,其實也不低啊 也不低,單純是他的風射太高了 好吧,再來就是血量啊 我的血量的話可能要再提神啊 3萬多滴的話其實也不太夠 那現在的話沒有變這個小五魂 主要是因為 有的時候我想要換衣服 換一下其他衣服 看一下這個造型 那如果說我小五魂的話就無法看 他就蓋掉去 所以現在就沒有特別想要吞 反正寫多個500滴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OK,這一群的話都是ID很相似的 應該有機會打掉幾個 好,重新鎖定,重新鎖定 我往前衝,往前衝 讓他們去打文草 我來打 OK,這邊很多人 好,收掉一個了 接下來是狐猛 狐猛又出現了 接下來是菲尼,56塔了 萬華阿勇 重新鎖定好,重新鎖定 我現在手機並不會特別燙 因為我在我的手機底下有放那個冰塊 就是我的那個女兒的草冰機啊 把它拿來用 拿來當作一個冷卻用的東西 這樣的話冷卻比那個外面在賣的那個什麼風扇還要好用 因為那個風扇其實我有買啦 但是實際上的效用其實並不是很大 五十七塔了 接下來,哇,掛掉了,掛掉了,沒關係 用趴樹來換這個塔樹 那皇宮奇兵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收掉兩隻 但是也沒有關係 我都是這樣復活的 就是先把小兵先給他叫回來 然後點菌1 然後四兵卸下,復活全部四兵 然後再來就是點四兵 然後排序,再把它叫出來 然後再給他放出來 然後再立刻補血 現在的話,我有讓小兵吃藥品 那如果說沒有立刻補的話 他們會吃太多藥品 所以要補多一點 那這個真劍的話 其實也可以在現在用 因為真劍的話 對於這個5G風扇是沒有效果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拿來補血最剛好了 好,可以往前衝了,可以往前衝了 往前衝,往前衝 好,不用放必殺好處就是 不用再花個時間來放這個煉金化氣 直接可以衝了 這個5G風扇的傷害是1400 之前拿弓箭放冰箱的傷害 差不多就是七八千 也沒有那麼高 就是有真劍的情況下才七八千 那沒有真劍的話 哇,隨兵哥好強 200討了 他一段時間沒有認真玩了 也是一樣打戰場萌萌的 一下子就破200了 五行也上榜了 好,我看一下要鎖定誰 小公主,我打得贏 就是混戰的話打得贏他 好,OK 小仙女碰碰 好,收掉了收掉了 接下來是小... 好,重新鎖定重新鎖定 我跟你講這邊人數有點多啊 為什麼他們一直要往前衝 搞不懂啊,搞不懂 剛剛那群人的話常常看到 常常看到他們往前衝 然後就趴了 望望福氣又看到了 好,望望福氣 我先往旁邊瞅好了 先補個血先補個血 好,自動 小仙女速嘎 小仙女速嘎 葬梅香 好,這邊... 哇,這邊一群人 但是一個都沒有縮掉 滿可惜的 好,再點一個自動 小仙女鐵鐵 好,我往前衝好了 往前衝 還有四分鐘啊 應該是有機會破六十塔 萬華還用 萬華還喜歡看到了 哇,我很討厭那個... 這個這一招... 啊,那個什麼... 地獄之門 地獄之門的話不知道為什麼傷害特別高 有可能是我腰房太低的關係 好,那... 那個方式放地獄之門的話也可以邊打邊補血啊 所以... 有些比較強的方式 就是機體比較強的方式 甚至還可以站在五六個人群之中 在那邊打 邊補血 然後...別人收掉了他血還是滿的 好,太鼠黎香破三百塔啦 恭喜,恭喜 哇,他好強 以後遇到的話也是盡量能閃就閃 好,補個正進 補個正進不是為了要放心的 但是為了補血,讓小編來寫多一點 好,這個應該有機會秒殺他 應該是我收的 沒有錯,沒有錯 因為我手比較長 我有帶皇宮騎兵 手很長,放個五季風之後就可以把這個其他人給他收掉了 好 再往前往前往前 萬華有沒有看到了 常常看到他 小仙女碰碰 奇怪,從來前面都是自己會朋友啊 往前面看好了 看一下還有沒有其他人 被秒了,被秒了 火防太低了 火防太低,火防升高一點的話 沒有用啊 現在大家都有這個李武化身 李武化身如果說你有覺醒的話 基本上來講這個傷害都可以打到 差一點的話應該都可以打到三四萬 所以 對啊,怎麼稱好像沒有用 重點還是要盡快在別人放棄人前 把他秒殺,這個才是王道 那五季風之後話有好處就是他 施放速度很快 就有機會在別人把這個 集火柱給他施放完之前 就把他殺死了 好,楊小儀級塔了 好厲害 450塔 他軍師450頭也太不像話了吧 有點猛啊很猛喔 如果是瘋原話我覺得很正常 但是軍師可以破450頭真的很簡單 好小仙女碰碰 又被我收掉了 接下來是木翼 木翼的話有盾甲之強 打不開打不開 秒他一下好了 這個還沒有收過的樣子 OK他跑走啊難怪不好收啊 因為他他很會走位很會走位 好小仙女愛心的話 不是那個小公主愛心的話被收掉 小仙女嘎嘎被我收了 接下來是迷幽月 不小心 這個很多ID我都沒聽過啊 真的是要躲打戰場才可以看到 欸現在62頭了 小仙女鐵鐵 好也收掉了好接下來是啊 這個菲妮很可惡啊一直放我這個集火柱 有神快敗的朋友 欸有神快敗 能夠進有神快敗通常都不是神遊燈 所以被他秒殺是正常的 好吧 把小兵給他補一下血 補一下血 補血補血補血不然待會從前面花可能又收了 還有兩分鐘啊還有兩分鐘 今天要立一個比較高的一個門檻 就是以後要突破門檻了 63頭 三國光明破100塔 恭喜喔 魔聖女破100塔了 他在收這個加速的重變 各位朋友如果說你們有加速的重變的話 你們可以蜜桃賣給他 暴風金銅 150塔 很多人為了 打戰場主要是為了就是省那個 那個什麼 糟糕 糟糕天下費用 糟糕天下花一個要50金 好那如果說你可以50塔的話上全全品就可以省下50金了 好說定 湖蒙 湖蒙 好 趴了趴了 沒關係喔 現在是短暫的目標達成了 這次打戰場主要就是想要破50塔而已喔 那已經完成了 其實就就蠻開心的 其實再高的話其實也 還好因為我現在已經 很滿足 邊界效率已經沒有那麼高了 打不開打不開的話150塔了 恭喜恭喜 打不開的話是供我攻擊你村莊的朋友 因為我在這邊的話有一位我跟村莊的朋友這一位誰 葡萄桃 好這個小仙人說剛剛出現了 待會再打他好了 打他太多次了 打完了打完打完了超兆軍勝利啊我們贏了我們贏了 OK 就是這樣子啊簡單的展示給各位朋友看一下如果說你帶黃宮起兵的話怎麼樣去打這個戰場就像我這樣子就是一直衝然後一直放線然後一直趴就對了 趴了然後再往前衝就OK了 好連續獎勵 連續獎勵 把它開開開開開看一下什麼好看的東西 使用 好沒有什麼好看的東西啊一樣看一下這個戰機啊 戰場64塔25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排行榜看一下排行榜 這個排行榜我看一下喔剛剛是關渡嗎 關渡戰場現在有了嗎應該有了吧 好 沒有上榜我沒有上不是不是這個這赤壁之戰 這個是最新的嗎 這個應該是最新的應該是 我看一下看一下這個 討室就知道了 海綿寶寶501塔 這個海綿寶寶好像有看到 但是楊小魚沒看到 所以我在想這個應該還沒有更新 楊小魚的話我剛剛有看到他破400 我再等一下好了再等一下 看一下我第幾名 好排行榜 再來 戰場榜 關渡戰 有更新啦我第32名我第32名我沒有在打我一直在打的一樣還是可以有名刺動第32名 好我們來看一下雷大炮的話第1名 應該是不同場次了因為我們遇到他他的攻勳1794 絕對三頭他主要都是在打王他打王速度非常高2380萬 非常的噁心喔 那接下來海綿寶寶758 攻勳他主要在打人4111 那再來是太鼠黎桑 318頭那楊小魚的話也主要在打人457頭 OK還有阿砰阿砰的話主要是打王 打王 觀眾知道的話主要就是兩個數字都要看啦不能夠只有打人 打王的話 比較重要 群眾的話比較重 OK 水兵哥的話也主要都是在打人 好往下滑看一下看一下我在哪邊 我在這邊 那在我樓上的是暗淡在我下面的是長頸鹿熔久 OK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吧我要去幫小朋友洗澡 明天要上課要上課 早安讓他們休息好了 各位朋友玩得愉快 掰掰